其實不太一樣 那他說他是時間的主 他掌管的時間 這我剛剛講過的 那安息這就是時間裡面的一天 那神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他是宇宙統治的神 所以神 神秘的安息 一般的廟 廟裡裡面 他有一個安息的居所 所以你看每一個廟都有一個神壇 就是有一個神像 居在那個地方 寶座上 就是位在那個 本來你進去一定看到 供奉的那個神一定都知道 所以以前的就是宇宙的那個廟裡 都是在那個神 都是在居在居宙的地方 那這裡講到說 神明的安息是聖殿的主要 就是這個聖殿主要就是要 給神安息作用的 是神安息的居所 所以其實跟我以前想就是 好像聖殿是讓人得安息的地方 也是 但是就是說 我以前都不太知道 神是居安息的地方是要給神住的 不是給我們住的 這個觀念也不太一樣 所以神是可以找到一個安息 可以修行的一個地上 所以這個宇宙就是神的聖殿 所以我們就要看到 宇宙跟聖殿是有關係的 宇宙是神的殿 那神設立宇宙的作用 不是為了人給人使用而已 不是讓我們使用而已 還是為了祂自己成為祂的聖所 所以這個聖殿裡面有神的聖所在 就是聖殿就是神的聖所 那神把自己宇宙都換一新之後 自己就怎樣安居在這個聖所當中 好 這個是安息的意思喔 跟我們以前想的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至少跟我以前的觀念 有一點點不太 也就不太特別的地方 所以神設立宇宙這個目的 是為了讓人類安息的地方 所以我們第六天創造的時候 我們可以享受所有神明的創造 這是我們在第六天就可以 好 因為我們第六天出生了 好 我們的觀念神是最後一個白虛人 這動物 所有動物都是在第六天才預備好 因為所有東西也是要 他們全部都有了之後 我們生命才可以存活 要不然我們都不能存活 所以神也是生命的主 祂是十天的主 祂也是生命的主 創造生命的主 所以我們所有的都是祂在掌權 你說你下一分秒會怎樣 你都不知道 最近我公婆出院 選擾十九 馬上昏倒 十九你覺得咧 絕對你看不宜人也都知道十九 他就這樣 就是好像死掉了這樣子 然後家裡的人很緊張 所有人選這邊 然後就帶到醫院來 然後呢 有時候一天三百多 就是一天可以十九到三百多 都不知道這個是怎麼維持 所以那個控制就很不OK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真的是你生命 你都不知道會什麼樣樣子 那當然再過來就是照顧的問題 那現在大家都很緊張 那個選擔不知道怎麼控制 因為一會兒是要一會兒那樣 什麼時候要昏倒 不知道 就是危機重重這樣子 所以血糖巾一定要買 找時間來買血糖巾 但是生命什麼時候掌權 就是生長權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怎樣 我跟家人講說 萬一哪一天那真的是我們救不到 因為我婆婆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居住 不是 就是前後院 就是我大哥大嫂住前面 然後我婆住後面 後院這樣子 可是他一個人住 一個人睡 那吃也是一個人吃 他是這樣子 因為他的習慣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他就一個人吃 他就都營養不足 因為他現在吃不下 就營養不足 結果就造成他血糖巾 不OK 不管怎樣 生命是誰在掌權 誰在掌權 那這個宇宙呢 宇宙呢就是神不變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教堂 跟過去的教堂其實不太一樣 已經一直在變了 過去的是又會墨 然後會堂 然後會變成聖殿 聖殿之後 現在又有什麼哥德式教堂 所有的建築都慢慢在改變 那現在教會 教我們今天這種教會 都是比較屬於現代式的教會 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比較不如感覺了 那在以赛亞書裡面 有講到一個事情很重要 這個經文也很重要 他說天是神的寶座 你看天 天跟地 這宇宙裡面有天跟地的話 那天是神的寶座 神的寶座 他不是只有一個廟宇裡面的 一個寶座在那裡 那個小小的寶座 這裡講到就是一個 神其實在這個宇宙裡面 我們用宇宙來看是不是很大 那這個天是神的寶座 這個地呢是怎樣 他腳踏的地方 腳蹬的地方是怎樣 他是有他的地 所以這樣有多嗎 有沒有大 是神很大 非常大 所以他具有這個統治的那個味道 那神在這個宇宙裡面 就安頓下來 安頓下來 所以他自己講到 他說神創造這個環境 不是要給創造人類安息而已 不是這樣 其實是這樣 他是為自己喔 為自己營造這個環境來安息 神自己創造這個安息的居所 這個也是我之前不太知道的 是神自己說 這是我的居所 我要在這個地方安靜下來 因為我的宇宙已經創造完了 我可以來休息了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這樣子 那上帝是宇宙當中最高的這個統治者 所以既然神創造宇宙萬物 那他就是我們這個宇宙裡面的最高統治者 那我們現在很多人拜很多的宗教 很多的宗教一直不同的在拜 那樹木也拜那個有樹神嘛對不對 祝公有沒有要拜 然後所有動物也在拜 因為就是那種動物從拜 所以很多是猴子猴神啊 有沒有很多的種就是拜很多 那這些都是受造物 請問我要拜什麼 拜第一大的這個創造者 我會拜是受造物咧 我想看看喔 這個觀念我想看看 為什麼我們要成為神的孩子 因為我們敬拜的是這位宇宙萬物的神 是創造北一斗的第一大 所以神是要那個第一大的神 而不是受造物 你說什麼現在譬如說媽祝 那這個也是受造物啊 然後後來他有好的行為 大家來供奉他 那總統現在總統講公也被為講公神 被人家敬拜 也是這樣被神敬拜 那現在我們有行諸拜阿有沒有 就是人死後 不是要跟行諸拜阿在那拜嗎 那也把人當神來拜了嗎 那這個是神嗎 你自己忍清楚這是你媽 你自己爸 你自己阿公阿嬤阿祖 可能是這樣 那你為什麼來拿他成為是神來拜 所以這是 這是我們可以去想 我們當然要拜哪一位 要拜哪一位 當然要拜一個最大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觀念就是 這個宇宙他是同志 所以他是創造的神 我們要認識他是創造的神 所以我們要知道你是受造 我們所有人都是受造 那受造的當然是去創造的 對不對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觀念 那通常我們都會把這個宇宙 用聖殿來當比喻 那聖殿以為會被設計成一個小宇宙 好像我們在宇宙當中 就是可以看到 神就在這個宇宙當中 那上主才在聖殿當中得到愛 這個我剛剛講過 那他會用慧慧 就是用創世那時候的慧慧 一個慧堂 那我們看慧慧 以前正義士都常常跟我們講慧慧 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慧慧 類似像這樣子 那就是也是有外院啊 內院然後有什麼 至聖所聖所這類的 就是按照這樣子排序 然後這是在獻祭的時候 也是這樣來敬拜 好像這樣來敬拜神 所以神就住在這個當中 就說這個按照 讓大家來敬拜祂 所以這也是一個慧慧慧 用創世這個過程來表明 這個我們要來敬拜這個神 那以色列人為什麼要守這個安息日 那在立位記的時候有講到說 我的安來 這句話我們來備 來 我的安息日你們要遵守 我的聖所你們要敬畏 因為我是上主 所以你看宣告一個主權 這裡是宣告主權喔 我是上主 我是宇宙萬物的統治者 所以我們要來敬拜祂 所以守安息的就是這樣 承認神是這宇宙萬物的統治 同完 是這樣一定要承認祂 那以色列人因為承認祂是一個統治者 祂是一個有這樣的神性 有這樣的屬性 所以以色列人他們就怎樣 然後代代他們就是能夠守 承認神就是在創造者 所以大家願意來尊敬祂 那在以色列人 我要說的就是 現在我要開始讓大家來反省 守安息日 其實就是要讓你們離開自我中心 這個觀念以前 你們從來也沒有去注意過 可是我在承認祂的時候我發現 的確 到底禮拜天我都去哪裡 很多時候如果你是我的中心 譬如說很愛困啊 就是那一天滑不起來啊 就睡覺去了有沒有 那天安息日就是睡覺日 也是安息也是休息 從某個角度來講也是休息 也是重新得利 可是那個重新得利 可能不會永恆的得利 可能就是在此的得利 這樣子 可是守安息是我們靈裡面 可以重新得利 只是這樣 不一樣 所以呢 神要我們離開自我中心 讓我們有個重設 我們對這個安息日 有一個重設的案例 就是讓我們回到神的 就是你的心完全是以神為中心 也是你自我為中心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的社會 大部分都是自我中心 才會你我很多的爭鬥 才會你我很多的競爭 才會你我很多的衝突 因為我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一定要這樣做 你的想法這樣 你不要這樣那樣做 是不是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就因我為主 我們就沒有辦法 要尊重 然後讓別人做自己 然後尊敬我 對我們不同的價值觀 不同的想法 我們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以我的中心 神用守聖日 就是要怎樣 回到以聖的中心 我這個也是給我怎樣 很大的搭行一下 你覺得說 欸對 我們的確是 常常我們是以我為中心 我們生命當以我為中心 他說我們要我們怎樣 離開自己 以我為中心是享樂 自己享受 自己滿足 自己的思慮 自己的情慮 滿足內在的我 老我 可是我們說今天 我們常常會背那個經文喔 跟你說怎樣 那個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心照了 就是你我都變成失了 那我問一下 你們真的有這樣嗎 你們真的因為基督來了之後 你就一切都更新了 而且過去的老我都再見 有嗎 我告訴你 老我不斷的啦 而且你哪一天 你有什麼的話在你裡面 哪一天就是 那個魔鬼進入的時候 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 太理性 你要不要讓你一個人知道嗎 看你的吵架 就是都以我為中心 如果吵架掉以我為中心 以神為中心 可能比較不容易吵起來 你像不下去 真的喔 我屢次不爽 真的 所以 你自己想想看 每次你跟他衝突 是不是都以我為中心 神要守愛心去的 神要回到你神為中心 神歷史我喜歡 雖然那麼難堵 超難堵的 但是我喜歡 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那安息日到底 我有什麼樣的作用 他講到說 請問安息日是 我們要不要遵守 這個規定 來安息日是第幾條戒令 守愛安息日 第幾條戒令 第十戒裡面哪一個戒令是守安息日 為勝日 第幾條 蛤 沒有 記得說沒有 來來來來我看一下 來來第四條戒令 我們來唸一下第四條戒令 記得說沒有 這是安息日十條戒令到最後 其中一條說沒有 來我來看一下 這個安息日我們來打這個經文跟念下 來 當紀念安息日 守為勝日 六日要勞務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王 神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湖北深處 令你成立寄居的客人 無論何功都不可做 因為六日之內 耶和王法照天 地 海 但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王法四福以安息日 定為勝日 安息日 有沒有 有 有 再回來看這裡 那如果是有的話 就是意思說 十戒是我們要守 是不是這樣 但是呢 欸這本書就提醒了 他說 如果安息日 就是叫你因為被建立 因為建立而來安息 你焦點就錯了 我再說一次啊 愛通常不會因為是規律 你才能守這個律法 這是一個律法 對不對 建立也是一個律法 但是呢 神已經超越了這個律法 所以你的眼 你是要回到神面前說 就是我要來守你的日子嗎 以你為中心的日子 是我要來 我要回應神對我的愛 所以這一天呢 是我要回應神的愛 我要來回應神的身分 神的屬性 我要來敬拜祂 是你自己願意的 所以我們不用被提醒 也不用被秘密 也不用被要求 聖日就是你要回到神面前 重新得利的日子 應該是這樣 而不是 啊禮拜天 又到了 我到底要去交友呢 還是我要到教会去 常常我們常常有這樣的糾葛 我知道一旦你很累 其實好不容易留給禮拜天 我也真的覺得禮拜天會都很想睡覺 的確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時間我們怎樣分別為聖 如果你要玩 就是禮拜天結束之後再去玩 可以 可以的 所以很重要 那安息之神 祂是在做我們的表達 神是坐在寶座上 這個世界是屬於祂 我們的時間也是祂所釋下的禮物 你要禮拜天一定要有這樣的認知 那這個聖日才是我們覺得該守的 好 那守安息日 不是因為禮拜還是要回應神的愛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過 說這只是一個 不要服侍神 服侍神 是因為祂愛我們 那我們願意很樂意來服侍祂 所以愛就是成全的這個律法 所以我們守律法最重要的 你看禮拜你看 耶穌為什麼沒有守安息日 因為祂為了幹嘛救人 所以祂就要守安息日 不是說如果要守禮拜的話就是 按照這個禮拜是說不可以救人 都不可以做工啊 一切都要休息啊都不能做 可是呢 先決條件是愛已經先成全的律法 所以你去做救人的工作 這個是OK的 因為神的生命 那個生命不是剩餘這些禮拜嗎 對不對 這個比較重要 而不是 所以那個禮拜的目的 只是為你說讓你知道說 這個當然其實你要守 只是提醒你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被規定被規範 那 就以前我小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禮拜天 就是要去做禮拜就對了 那就是一個規定 不是說禮拜天到了 我喜歡到教會去敬拜場 也不太一樣啊 心情不一樣 一個是被規定來的 一個是開開心心快快樂樂 來這個地方 安息的不一樣 跟神同在完全不一樣 心態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也是給我另外一個亮光 就是 哎呀 禮拜天到底是 重擔壓力 還是禮拜天是安息 到底是哪一個 對你們 我跟你講啊 禮拜天對我來講是壓力 因為要講道 對不對 可是對你來說 可能是聽講道 然後我講得好就還好 如果講不好就說 我來這裡受苦 有可能是這樣啊 對不對 對 有可能是這樣 然後我還被你罵 可能會這樣 我就說 你這個講道怎麼會這樣 所以到底安息是什麼 動物是交點不在這裡 交點是神 我在後面還有 這個我都覺得說 這個實在是太刺激了 假的 他在講說 基督教信仰不是以我為重心 基督教信仰不是有關注 但是我 好 我們現在講到說 基督是神愛我 基督為我而死 耶穌拯救我 我有天堂的這個寶藏 神為我預備 贖念的道路啊 我以後神的這個 哎神的 神就是道路這件生命以後 我要回到祂的家去 哎 這些全部都是以我為主 可是基督教只有這樣嗎 只有這樣嗎 不是喔 當然這個是事實 神愛你 這是事實 神願意為你而死 這是事實 這些都是事實 但是神說 這不是信仰的全部 是你要 因為祂愛我 而你沒有愛祂 那你的關係怎麼會好 不會好 所以你要回應神的愛 你除了回應神的愛 神就是愛對不對 聖經上這樣 神就是愛 所以我們要去愛別人 所以透過愛神 用祂的愛神 這個是更是我們對神的身分 這個身分我們要去做這樣的回應 那我們再來想喔 基督教我會講這個神 假設喔 我現在問你們假設 如果我們不知道基督的生跟死 也沒有救恩的好消息 也沒有天堂的胖 那的話我們的信仰會怎麼樣 我們的信仰還能夠堅持下去 假設這些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信仰還能夠堅持下去嗎 所以我現在在講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我們對信仰的委身 是由於我們從中獲取東西 而不是我們對神身分的回應 這些公商人在說 好 我在講這個 欸 我想講另外一個 我想講的我要講的就是 你來這邊不是要跟神要神 我跟你講這個也是給我們大點關起 你來教會聚會不是跟神要神 而是要回應神給神 是你要付出 而不是你要給 所以老佛也說說你是要 欸 這跟我想不太一樣 不一樣 這個內在是不一樣的 所以安息樂的人 他說安息是在幹嘛 是我們對神的愛 我們去回應祂 我們去遵從祂 我們去尊敬祂 我們去敬畏祂 我們去敬拜祂 所以你是透過那個感激上帝的愛 去給予 有一次我們不是六十週年嗎 六十週年我們不是有一個設計 一個很特別的儀式的活動 在那邊敬拜祂對不對 那一次有拿那個什麼 周祖茲還記得嗎 然後從那個 從聖歌對焦拿進來 然後放在前面有沒有 那個然後就跳舞這樣進來 然後歌頌這樣子 欸 這是一個儀式 這是一個敬拜儀式 我們上次六月九號 不是有一個詩歌見證會 這也是一個敬拜儀式 你用什麼樣來感謝見證 那一次的見證就是在榮耀這位神說 神到底是一個出生入死的 出死入生的這位神 所以每一個人都來見證神 對他的幫助神 像我們的老師今天能夠復活對不對 我們就是來見證嘛 不是這樣嗎 鄭醫師在那邊佐證 然後張醫師也佐證 證明就是他活著這樣子 這是什麼就是要用不同的儀式來敬拜神 所以敬拜有很多方式 讚美可以像早上我們在敬拜 那個歌頌讚美 跳舞歌頌那也是一個敬拜神的一種方式 所以各種儀式各種方式都可以敬拜神 那你必感激你就你必有很多的努力跟認真 去為這位為這個安息日來付出 那我就是好好的準備講到 這個也是我需要在神經解釋去的 那他這個John Walker 這個人 他講到一個他說現在經教會的現況 他說有很多地期就是都有來教會聚會的 已經漸漸少了 大概是阿公阿嬤 你剛剛注意喔 樓下台語堂 注意看喔 樓下台語堂 一半都是老年人 那些都是固定回來去 會不會缺席的 你剛剛注意看 無論路後 他也是在哪裡 對不對 但是我們青年年輕人都不見了 這兩位還不錯 玉玲跟玉玲 這兩個不錯 年輕人看起來 看起來他們兩個最年輕 所以你們都來是大的 因為阿嬤都會大 那有傳者這個信仰 所以他們說有傳者的大 這是一個非常寶貝的 非常寶貝 就是到底我們來教會是要 滿足我屬靈的需要說 我裡面空我需要神的滿足在裡面 所以有五分之一的人 他不是在教會的另一個地方聚會 他是會五分之一到處去找 能夠餵養他的 因為這個教會 沒有這個 所有去那個教會 得到這個餵養 那這個教會有這個 我要去這個教會敬拜 那這個教會有這個我去那邊 所以他就是輪流去 以不同的需求去滿足他自己心裡的需要 所以他的重點是在我 我而不是在神 我在說會哪 焦點就是我而不是神 這叫以致我們中心 能不能清楚 我真的喔 看這本書我就覺得啊 有沒有講到我們心裡面 的確是這樣 我們裡面也有人說 啊我們喜歡什麼樣崇拜才對 才好 我們要到那個地方去享受 我說好可以 你去享受 其實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喜歡 在哪樣的聚會裡面都OK 只要你不離開神 只要你不離開神就OK 你在哪裡聚會 只要你聚會 跟神的關係都好 這是我的想法 我不一定是我們教會 我們這個 法律黨一定要怎樣 是你願意真的地方 你願意敬拜祂 你的中 你的中心位置在神 而不是在自己的需求 也不是在滿足你神學上的好奇 這個都是 所以其實在教會這麼多 長老教會來講 我們永福教會 在這個教會的資源裡面的 教育分是很多的 信仰教育算是很多的 在別的教會 比如說鄉下教會 哪有根本什麼都沒有 你要去哪裡得到滿足 如果我們在這個教育裡面 得到滿足 能夠去的地方已經不多了 真的是這樣 當然我們教會有很多 需要努力改變的 就是我們的內在裡面 如果真的是以神為中心 因為我們太多人就以 以我為中心 那教會不再是一個家 而是一個屬於家內在 他也是講到這個問題 我們說永福教會是一個愛的家 你應該是一個家的觀念 兄弟姐妹 弟兄姐妹 大家是兄弟姐妹的關係 所以應該是家的觀念 可是現在的情況大部分都是以 可能來說我們大家 聚拜晚之後 如果沒有小組離開 也就是一個禮拜就是 聽完講到 然後聚拜晚之後 他就走 有可能是只有這樣 沒有互動 所以他是不是一個屬於的 加油站在裡面 而不是一個聚拜 那這個是危機 這是危機 所以來到教會不是我要哪 是我要付出 不一樣 心態上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再回來一下 到底敬拜是什麼 那信仰的實踐是說 唯我 唯我的主義 安息日神是聚會 聚集敬拜 然後是我們要為神做什麼 而不是神要為我們做什麼 等於這個觀念也是 登登 登登 能挑戰嗎 我們要給神什麼 而不是神要為我們做什麼 那這個Louis 他就講到一說 完美教會敬拜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神成為了我們專注的對象 神成為我們專注 所以中心點還是在神 所以敬拜是你要付出 而不是收取 可是我們自己都會覺得說 來敬拜就是 希望在這個地方 能夠獲得心力的滿足 心力的愉快 彼此的相愛啊 弟兄姊妹的那個關係啊 應該是這樣 這樣不是收取嗎 那我當然在那裡不是收取 這也是收取的一種 但是中心點是在神 如果我們把中心點擺放在神 那會不會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很多人把教會當成是消費的地方 什麼叫消費 就是我來這邊拿 而不是要付出 所以我們自己要忠於自己的角色 忠於自己的使命 忠於自己的頭 就是我們這位神才是我的頭 我們要忠於這位神 這才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所以聖經裡面很重要的 這個使命感 是你要以神的中心 才是我們 我們不要成一個消費主義的信徒 好 我們太多人會成為消費主義 來教會都是要拿 我願意給 但是我知道我們教會 很多人都是很願意付出 很願意給 有很多人 好 我最近看到 我身邊成長小組有一些人 他們真的是很願意付出 有人有需要就去付出 這個是讓我們非常感動的地方 非常感動 好 到底手環心 其實我在說手環心有什麼樣的偶像 欸 第一個 上帝跟人開心 你來 第一個 高興的是上帝的開心 那你來的 我的孩子來了 都回來 有沒有 你若回娘家誰最高興 我媽媽最高興 你若不回 這是他的家 是神的家 你不回來 對不對 那你就跟他聯絡 好 所以神的家 可以看到弟兄姐妹 喔 大姐回來 二姐回來 誰回來 對不對 那我們這裡 這一群 所以我一講 看到這群不要 蛤 那誰